各位同学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关于这个5.1东洋的第二个部分 就是二次战争过后的日本 那就好像这个照片中的意气一样 有嘴不能说有耳不能听有耳不能看 那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二次战争过后的日本是怎么样的情况 那二次战争过后呢美国是以独占的知识呢去独占了日本 那为什么是美国独占日本呢而不是其他国家呢 那不要忘记是在二次战争期间的时候 最后的时候呢是美国用原子弹来结束了这场战争 所以投了两颗原子弹 在1945年的8月6号呢第一颗原子弹投在广岛Hiroshima 三天过后呢在1945年的8月9号投在长期Nagasaki 所以呢日本就在1945年的8月5号五条件投降 这一时到美国得以用同盟军占领军的名义呢单独去占领日本 所以呢占领过后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在军事上呢从事了这个非军事化的政策 解除日本的军队 禁止随有关与军事相关的部门 那政治上呢进行了改革就是制定了宪法 长调主权在民国会为国家的最主要的这个主权的单位 那天皇呢只是变成只象征性而已的 那也要求民族化 所以这时候呢日本呢就组成了各种各样的政党 开始了他们的这个选举都活动 所以呢要求日本人永远放弃发动战争 是他的主要的要求 在这个经济上呢美国就改革日本传统的土地的制度 垄断性质的采法制度啦 那这是以前的这个制度嘛 那在协助日本呢展开教育的改革 所以呢这时候的日本呢就可以 衰新发展他的这个教育 因为在军事方面他也再也没有能力去发展了嘛 那这边我们可以来谈一下 越人天皇他为什么可以逃过东京审判的原因 那照理来说有那么多的日本兵去杀那么多的人 用那么残忍的方式 那照理来说越人天皇应该是要去接受 二次弹三国后在东京的这个所谓的审判 但是他却没有他可以逃过一劫 那主要是原因是这个招聘中这位人物 Michael Oslo就是美国的这个将军呢 他去接管日本的时候呢 他的态度让这个Michael Oslo觉得说可以接受 好那日本无条件通行过后呢 这位帅哥呢Michael Oslo他就带着四千的军队监管日本 但是当时候日本的关东军呢就已经有三十多万 那照理来说你四千比三十多万肯定是比不过嘛 但是呢这个Michael Oslo他却非常讶异的 当他到这个日本本土的时候 有数万名的热军呢被Michael Oslo列队 然后带着枪还向他行这个行李 所以呢这样子的礼仪呢只有天皇才配有的礼仪 所以Michael Oslo觉得说 哇看起来就是很隆重的一世去接待他嘛 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呢其实日本军队是可以把美国军队可以打败的 但是他们没有他们就是彻底的投降了 当然这个幕后的主持人是谁呢 就是愚人天皇嘛 所以愚人天皇呢他就在1945年的9月27号呢 跟这个Michael Oslo曾经进行了第一次的秘密会谈 那为什么愚人天皇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呢 第一个就是他非常的诚恳 他主动的承认所有的罪行 所以应对了Michael Oslo的好感 那这个照片就是两位的合照 那第二个呢Michael Oslo想要提出了一些要求 让他主动的结束自己这个天皇统治的神话 走向神坛 还政与民 就是说以前的日本天皇都不是高高在上的嘛 那天皇说的话就是就是话 我们要去遵守 所以要发动战争这样子 所以要求他就是把那种高高在上的形象把它给去掉 然后老老实实走向人民 然后呢到各地去人民会谈 那告诉他的人民说啊 他只是一个天皇 上阵式的天皇而已 那第三点呢是因为美国他想保住日本的天皇制 那其他的国家呢 像中国那时候是恨得牙痒痒的 谁都想把这个天皇给处死嘛 至少不处死的话就判了一个罪嘛 对不对 但是呢那美国却想保住这个天皇 所以当时候呢东京审判他们找好找个替罪羊 就是戴罪羔羊嘛 就找到谁呢 首相东朝英姬 所以东朝英姬因为他就是中居宇宙的这种想法 所以后来他也承担了一切的罪行 最后呢他被冲上了脚形态 那麦克尔阿森呢 他也说这个日本要修改宪法 规定天皇再也不是所谓的一个统治权 只是日本国的象征 所以在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你是当时候的越人天皇你怎么做呢 嗯就是人为刀主我为鱼肉嘛 我就是沾板上的那个鱼肉嘛 就任人砍了嘛 所以这时候的越人天皇他就选择忍气吞声 别人要求他都做到了 所以呢这时候越人天皇就走向他所谓的高高在上的神坛 然后走入民间去侵放 所以那些人民啊百姓啊看到天皇来的时候都非常的敬畏啊 都会鞠躬90度 但是呢天皇就把他的帽子拿了下来 金戈里说哎我不是神我只是人 所以从另外一角度来看的话 如果你是越人天皇的话能够做到这一点啊 大丈夫能去人生 这也是他有智慧可贵的地方啦 那我们来谈一下为什么日本的经济会起飞呢 这是因为两个原因在主导着 一个是冷战的加剧 是美国跟苏联的冷战嘛 那另外一个就是中共的执政哈 中国共产党呢在1949年的11号成功的去占领了中国 所以呢美国就开始扶植日本 从经济上去扶植日本 导致呢日本就慢慢的从1950年代呢 他的经济慢慢的回升了增长了 所以从钢铁啊水泥啊石化产品方面呢 慢慢的就恢复他到这个战产的水平 那后来因为冷战的加剧 所以就发生了两场局部性的战争 都在亚洲 一个是韩战 一个是越战 韩战就在韩国那边嘛 越战就在越南 所以呢 当时候的日本呢就为美军提供了大量的军需物资 后勤服务 所以慢慢的刺激他的经济恢复和发展 到1970年代的时候呢 石油价格飞涨 日本经济受到了打击 所以他们认为说 哎我们 这日本什么能源都没有 什么资源 矿物都很少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开发新的能源 所以他们就往太阳呢 跟地热呢 这边去开发 所以慢慢的 从20年代过后呢 日本就引进了最新的科学技术 然后再专业科学 所以他们的教育方面呢 就是以科技 为主 到20世纪 50年代中期的时候 就是大概是在1950年代的时候呢 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的经济大国 从钢铁 汽车 电气产品呢 都是明亮前茅的 所以我们从这边右边的照片可以看到 这个机器人可以踢球 所以可以双脚直立 走动 甚至是跑步的机器人 都是由日本所发明的 所以日本就是走向科技立国的这个方向 他也成功了 因为他知道说他再也没办法去发动战争 只好转向于这个教育方面找手 所以培育了非常多优良的这种科技的教育人才 所以那现在你回到家看一下 很多的电机产品啊 加油的家电啊 半导体计程 电路 这些产品 就是3C产品相关的都是美学班 所以看到那个Canada Nigone 还有那个Sony这些 这些知名的这些照相机的品牌啦 Toshiba这种冰箱啦 都是属于日本的 所以我还记得小时候啊 Toyota就是日本车嘛 然后Toshiba是那个冰箱 就很多人家里都会用这种 日本所造的这种电器 所以它是成功的转型的一个例子 好我们就分享到这边 谢谢 谢谢 Toshiba Toshiba